集邦科技25日最新数据报告指出 预估2022年台厂16纳米至更先进制程 市占高达61% 站稳全球晶圆代工产业龙头地位 另外以台厂的产值来看 2022年台湾晶圆厂营收 预估在全球占比达66% 也持续居管 中国上海风控超过一个月 加上美国即将升息 市场对全球能源需求前景的担忧 越来越严重 国际油价周一下跌 布兰特原油6月交割价下跌4.1% 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分析师曼努埃尔穆尔 去年夏天警告投资者应该卖出中国科技股 当时几乎所有同行都表示应该买入 9个月后 中国科技股市值缩水约1兆美元 穆尔现在警告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和不确定的监管环境 吓跑全球投资者 中国科技股价还将精力 进一步的痛苦 社交平台推特周一宣布 同意以440亿美元出售给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消息一出 马斯克钟爱的加密货币狗狗币价格 在25日午后一度暴涨约27%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